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晚大家的敬演表现太精彩了 感谢大家 但是呢 也交给现场观众一个难题 就是要如何来在七个表演当中选出自己三个最爱 那么所以呢 这个结果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偶然性 那么至于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稍后再为大家揭晓 我们继续我们的例行惯例 来为大家揭晓前三名的户头结果 喜护合一新升级 立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第三季 第三轮 第二场敬演 歌手户头的第三名 第三名他就是 空缺 我是说今天不会那么顺利吗 怎么那么快就第三名是 总要变一下套路嘛 好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歌手户头第二名 是一个女歌手 他究竟是大气磅礴的韩红呢 还是复古热烈的张亮颖 还是激情四射的谭美维 还是多情婉转的阿琳呢 这个第二名 就是 他们中的一位 长发还是短发 真发还是假发 真发还是 他究竟是 长发还是短发 真发还是假发 答案是 不是长发 短发 没没 我剪断了我的发 剪断了长发 第二名是 是身材长一些的 还是圆一些的 身材长一点都出来了 我都形容词了 他就是 长一点的 谭美维 我可以说一句吗 我还是要特别感谢 刘万哥哥 跟我换号了 谢谢 不管怎么样 真的 特别感谢 我爸成为了 好 他老朋友 谢谢 这跟感谢没关系 因为歌手户头 你们从来不看位置的 只看歌手的表现 对对对对 好 那么 好事成双 本场有两个第一名 第一个第一名 他是 那头第一的 常胜得主 孙楠 孙楠 恭喜 今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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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 好 主持主持的好 你等着 回来问我爸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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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另外一个第一名 他也是 歌手那头的 常胜第一 韩虹 这个配搭太好了 这个配搭太好了 我真的不是孙楠他妈呀 我是孙楠他妈的闺女 还是觉得怪怪的 那么 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奖品呢 这不是一帐虹 一帐虹 是墨宝 你可以看看墨宝中的内容 谢谢 谢谢 好嘞 你不是春联吗 大内高手 一解字 是大内高手 因为你们是内头的高手 所以叫大内高手 恭喜 恭喜 好 请坐 每次公布内头护头的结果 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结果 今天是淘汰场 所以统计票数的时候 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统票直播 每一位歌手都选择了自己关注的年龄组 来关注他们投出的前30票 那么我们先为大家揭开冰山的一角 有谁关注的是伊林组 你会想知道自己的成统 还是想知道这个统排在第一的歌手 他知道他肯定不是第一名 所以他想知道第一名是谁 好 伊林组的投票冠军 大家猜猜会是谁 喝酒 亮银 哪有 因为他看起来今天最有活力 我们不卖关子了 伊林组的票选冠军 三个字 张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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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维维 黄伊林 郑传元 也是两个字 阿琳 感谢伊林组的朋友投给方令银 警克 警克 没问题 阿琳后悔今天抽这个汽车了 我要请客 选择二龄组的歌手是 举下手 我们二龄组 坐在右边的分别是阿琳和李健 嗯 我想知道我有成绩 我也是 好 阿琳在二龄组的成绩是 是 第一 第一名 就是第一 庄料冠军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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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年 下次 我明天会带高粱来 下次 愿意相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阿琳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谢谢 谢谢 那么李健 在二龄组的成绩是 第二名 我没有进门高粱 好 选择三龄组的歌手是 张亮颖 看冠军吧 三龄组的冠军他就是 李健 谢谢 你觉得你是三龄组的菜吗 因为我今天这个 婚素搭配的不知道怎么样 看来还可以 对 恭喜 好 选择四龄组的是 孙楠 韩虹 你们是想知道自己的成绩 还是组别冠军 你说 那就听冠军吧 好 都是冠军对吗 嗯 四龄组的冠军 他就是 还是李健 是不是韩虹孙楠中的一位呢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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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李健 我们听韩虹的话 李健 因为我也是这个组的 我也刚步入四十一岁 看不出来呀 就画中画的嘛 好 还剩最后一个武林组 是我们选的 你是想知道自己的成绩 还是想知道 这个组的冠军的成绩 冠军的成绩 那么 武林组的冠军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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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虹 好 好 这是大家每个人选择自己所关心的观众组 可以一亏五百位大众听审 他们的投票取向 所以说每个人的成绩 它不仅仅和你的现场表现有关 跟你的曲风 跟你跟大家的区隔 甚至跟出场顺序 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七位歌手表现可以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所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真的是非常难以预料 我们宣宣布 本场的成绩 我们从哪一个名次开始揭晓呢 中间吧 大大说 从第四名 好 喜护合一新升级 丽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第三季 第三轮 第二场进演 本场进演的第四名 三个字 它就是 不想说 五个字 五个字就是 现在不想说 我们把旋律往后推一下 先为大家揭晓第三名 每次都这样 我是歌手 第三季第三轮第二场进演 排在第三名的歌手 还是不想说 三个字必须说 哈哈哈 歌手的名字 两个字 韩红 李健 也可以算进阿丽 孙楠 第三名是 第三名是 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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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第二名 本场计演的第二名 本场计演的第二名 是女歌手中的一位 是女歌手中的一位 本场进演的第二名 她就是 她就是 阿丽 阿丽 我猜到了 第几次第二名了 三次 有三次了 请客 请客 让外国有人说一句 她学会了 来 说一句 请客 请客 谢谢大家 拿这么好的成绩应该请客 请客 接下来 我们要公布第一名 喜护合一 新升级 立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第三季 第三轮 第二场竞演 排在第一名的歌手 是一位男歌手 是一位男歌手 男歌还是男歌手呢 男歌手 但是 他并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歌手 因为他的名字里没有男 哦 那就是在 郑锤远 和李健 当中的一位 一位带来了 非常有震撼性的表演 一位在 3040都听到了冠军的捷报 本场竞演的第一名 他就是 李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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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收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新年礼物 谢谢 没拿过第一 真是很激动 谢谢 各个解决弟弟妹们的缘绕 谢谢 请坐 好 接下来 还有 四位歌手 没有公布名次 任万郑纯元 孙楠 张亮颖 和 谭维 没有公布的名次是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我们 为大家公布 第六名 本场竞演的第六名 本场竞演的第六名 这位歌手拿到第六名 是否会危险呢 我在此刻揭晓这个名次 是想告诉他 可能不是那么危险 对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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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万郑纯元 因为他在上卡拿到第一 所以相对而言 不是那么危险 想过会得到这个名次吗 嗯 他们都非常好 所以 哇 我非常感激 我看今晚的表现 即使拿第一 大家也不会意外 对不对 感谢你 在这边的表现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座的几位歌手 上一场的排名 本场第一的李健 上一场排在第三名 本场第二的阿林 上一场第四名 本场第三的韩红 上一场第二名 本场第六的 任万郑纯元 上一场第一名 可以告诉我 这四位歌手 在本轮淘汰赛当中 你们是安全的 现在还有三个 上一场孙楠 第六名 上一场张亮颖 第七名 上一场谭维维 第五名 现在还有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七名没有宣布 我们先为大家揭晓 排在第五名的歌手 本场禁言的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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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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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孙楠 亮颖面对的是 一个第四 一个第七 如果 如果本场 如果本场 孙楠 第四名 那么则 亮颖离开 如果亮颖 第四名 那么孙楠 唯尾 亮颖 都威胁 接下来 接下来 我要宣布本场 排在第四名的歌手 另外一位 就是第七名 喜护合一 新升级 立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第三季 第三轮 第二场禁言的 第四名 我说出这个名字 会不会 就直接宣布了 本轮禁言的 结果了呢 还是 会再生悬念呢 本场禁言的第四名 孙楠 第七名 张亮颖 那么本轮离开的 是中国歌坛的一位实力派歌手 张亮颖 谢谢大家 这段时间的照顾 我算是破纪录了 四七二十八了 已经不是三七二十一了 但是 仍然很开心 这段时间我唱了很多 我觉得 如果我没有来参加 歌手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不会想到 去唱的歌 我不会想到 要去做的事情 就让我的平缓的生活 有了一个 突然之间往前走的感觉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而且今天洪姐主动跟我换了一号 因为我又抽到一号 我觉得我真的 今年过年要好好打打麻将 洪姐 我还是要谢谢你 不管结果怎么样 谢谢 谢谢你们 每一个人对我的照顾 来一下 来一下 这是红酒 你快回正面 好的 谢谢 是 是 不知道怎么说 谢谢 恐怕是 谢谢 哎呦 别瘦了 没事 我跟你说 这样再来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棒的 你们先坐下吧 不要都站着 都坐着 都坐着 坐着 然后 我是想说 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当了十年的歌手了 然后 我的人生没有停留在二十岁的成就上面 而且这一次来歌手的舞台 我也觉得 我是真的进步了 我这次在舞台上唱的歌 我以前都不能确定 我是不是能很好地把它完成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的人生来讲 对于我唱歌 我喜欢的这件事情来讲 我又往前走了一步 所以 节目到这里 但是我的 人生在往前走 我很开心的 公姐不要难过 不要 我帮你删 快 给我开心一点 来说说我 最近这段时间 陪着亮影感触 其实此时此刻 我很纠结 既难过 又高兴 其实作为经纪人来讲 我希望他一直冲到最后 杀到决赛 甚至冲刺歌王 但是作为朋友 我觉得 他真的应该休息一下 因为他为了这比赛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这真的是实话 我们旁人都看在眼里 有一期唱那个《忘琴森巴舞》 大家看到他在台上是很热情 很开心的表演 可是他心里面 承受的是失去亲人的痛苦 姐姐不要讲 他只有所有的事情 他都扛着 所以此时此刻 我更希望 作为朋友的他来说 作为朋友的我来说 我觉得 我希望他休息一下 然后好好陪陪家人 然后好好的 我都哭了 太阳强了 真的 我们给亮亮加油 他其实他参加这个比赛最纠结的地方 就是不想看到有人走 所以他今天说他如果走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不要哭 是开心一点的 所以我待会希望大家都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谢谢男哥 谢谢男哥 挺好的 好好休息一下 吃吧 谢谢洪老师 谢谢 那我还特别期待 因为我知道亮影她在后面的节目单 特别期待她后面准备的一些歌曲 真的 我觉得可能后面准备的一个妨碍 是能够让她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说更加大方一彩的一个歌曲 好好的准备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听到 我们期待这些歌 好吗 我当然会 然后我想说 这一次来 我还是很感谢洪老师的邀请 我觉得这个决定没有错 我希望我在舞台上更多的是给大家带去快乐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开心一点 开心 谢谢洪老师 抱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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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跟亮影同台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非常青涩 今天已经不能同日而已 完全蜕变了 我今天看到的她 在舞台上 是一个女王 她越来越成熟 她可以把控很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她的成长 不断地变化 不断地追求新的东西 那这不就是我的内心强大 我决定来的时候 我就做好了 会离开的准备 如果我只是把以前很擅长的东西 重新再搬上这个舞台 那我再重复过去 我的人生并没有往前 本场 本场季演的冠军是 恭喜 本场排在第七位的歌手 张亮影 本场的第一名是张亮影 第七名就是亮影 不难说因为节目里面的她得到的名次 然后去否定她之前的一些成绩 她就是想要突破自己 想要挑战自己 想要唱一些自己想要唱的歌 其实我来这个舞台啊 你是启发我最大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我们俩互补一下 好了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我们少了一个火锅的老乡 我们少了一个在一起可以说相依的朋友 他是一个情分的孩子 老天会去关照情分的人的 我觉得歌手这一个舞台 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唱了多少场 而是我又觉得心活过来了 找回了自己内心的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对唱歌的信心 而是对我人生的信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 明天见 拜拜 晚安 如果说我有一天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那种信心的增加 大过于一切的灾难 因为我有底了之后 我有太多事情 我敢再往前多迈一步去做 这份胆量不是别人可以给我的 只能靠自己给自己 我至少觉得这九场 我没有输给自己 佳哥 再见 明天见 晚安 晚安 好嘞 几点 哎呦 已经都两点半了 看见呗 半夜两点半 然后我们 就是睡不了两小时 然后我们就得 又得爬起来 又得排练了 原来又进了下半 而且我那边去还来一会儿 回去他再对一下 那你今儿没睡 您扛得住吗 天哪 不睡了也得扛 没办法 我们现在的七位歌手里面 只有 只有其中三位是我们首发的歌手吗 是吗 我只剩个师傅妮 孙男大哥 还有 阿里 所以有真的 是的 所以 明天迎来的一场 大冷头伤 现在我们是真分夺秒 以前我特别没有时间概念 我现在觉得时间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场 所以就 赶紧回去休息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I'm going to the sleep 屁